你们为什么祭拜啊 祭拜是干嘛 搞生活富裕 他们一搞是个农 上水来 变成一个富裕的农民了 等你和你拜就平安了 广西山村京县龙芒栖息地 一生龙吟后 400亩粮田变湖泊 这究竟是真是假 为什么好端端的农田会变成大湖呢 1997年的5月22日晚上 广西省星城县岁乡的壮族栖息地中 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雨水一直持续了一整晚 第二天正当村民出门查看时 全村人都傻眼了 昨天还好好的耕田 一夜过后竟然变成了湖泊 要知道 这片农田可是村里的命脉 如果没有粮食播种 那么所有人都会饿死 就在大家以为是幻觉时 湖水中越出些许鱼泪 这下 村民们总算死心 相信了眼前的这个事实 两个月后 一则离谱的传言在村中流传开来 有人说这是得罪龙王爷了 还有人说湖里有水怪作祟 这才导致湖水不肯消退 就在谣言越传越离谱的时候 一些村民坐不住了 要知道 在广西这片地方 本来可供使用的耕田就比较少 如果一直没有耕田可用 那么大家不但没了收入 以后也活不下去了 于是 有人开始见走偏锋 准备下水捞鱼试试 但对于湖里的鱼 村里的老人却抱有不看好的想法 他们认为 这些鱼肯定是不祥之物 别说吃了 就连打捞都是饭寄回的 但日子终究是要继续的 一些大胆的年轻人直接就跳进湖里 开始了捕鱼行动 很快 几框肥美的鱼就被众人分饰干净 看着几个年轻人根本没有受到诅咒 村里的人都心动了 他们把锄都扔下 连夜做出鱼网和鱼船 第二天就加入了捕鱼大军里 很快 大家脸上就乐开了花 因为捕鱼可比众地赚钱多了 不但湖里的鱼抓不完 而且每个都非常大 于是 这个本来还沉浸在恐慌中的小村庄 顿时摇身一变 成为了以捕鱼为生的村子 村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甚至有人还盖起了二层小洋楼 眼瞅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村民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时间来到2007年的一天傍晚 就当人们准备回家休息时 却突然听到湖中央传来一声巨响 刚开始村民也都没在意 但到了第二天 村民却看到了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你们为什么击败啊 击败是干嘛 搞生活复义 他们只有一搞是个龙 上水来变成一个富裕的农民啊 等你和你爸有平安啊 西山村惊险龙王栖息地 一生龙吟后 四百亩粮田变湖泊 这究竟是真是假 为什么好端端的农田会变成大湖呢 自从1997年的那场变故之后 村里的耕田就变成了湖泊 村民还为湖泊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敦湖 但在十年后的2007年 村民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敦湖消失了 据在场的村民回忆 当时先是湖中央传出一声巨响 随后平静的湖水就和烧开了一样 开始冒着气泡 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了三天之久 三天后的早上 村民在来敦湖捕鱼时 却发现四百亩的湖水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时间 村里的大家都炸开了锅 一位经历过十年前那场事故的老人 站出来表示 这肯定是有人得罪了龙王 所以龙王直接把敦湖收走了 村民们一时间也变得不知所措 纷纷跑到湖边查看 但看着退去的湖水 都乐开了花 原来湖水虽然消失了 但湖里的鱼还在 他们在淤泥中活蹦乱跳 村民顿时纷纷下场 开始了抓鱼大夜 两天后 湖水彻底干枯 村民为了生计 只能再次在原来耕田的遗址上 种上了庄稼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两天后 湖水再次出现 这次的储水量再次刷新记录 达到了恐怖的六百亿 这下 十年前的传说再次被众人想起 一周后 一段关于龙王的故事 便开始在村里流传 相传在十年前 龙王爷开始巡游人间 路过岁义乡的时候 看这里风景不错 但唯独缺少水源 老百姓每年都要遭受旱灾的折磨 于是龙王爷就在这里造了一个大湖 然后住在了湖里 而之所以会出现凉田变湖水 湖水消失再出现的现象 是因为龙王在湖底睡觉 只要龙王一翻身 湖水就会消失再出现 而这件事也被当地的村民编成了民谣 可传说毕竟只是传说 都是人的瞎编的 可这座动不动就神秘消失的大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解开这个秘密 专家和记者乘坐小木发来到湖面 可两人转了半天 并没有发现湖水的异常之处 于是就开始进入深山寻找 果不其然 众人在山里发现了一座溶洞 而连着溶洞的尽头 赫然存在着一口岩绒天窗 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自然现象 简单来说 就是地表遭到地下水侵蚀之后 所形成的一种天然地下河道口 而专家还在地下暗河中 发现了和敦湖中一模一样的鱼类 这足以说明 这里就是敦湖水的真正来源 而之所以一敦湖会出现水消失又出现的场景 专家猜测 这应该是和地壳运动有关 至此 敦湖之谜终于被揭开 敦湖之谜